好的 谢谢您心 中国盲人维权人士 陈光诚在美国首次公开讲话时说 中国的民主改革进程缓慢 但是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陈光诚不久前逃出山东老家的软禁后 来到美国 陈光诚星期四在总部 设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委员会 首次公开露面时说 呼吁包括胡锦涛在内的中国党政官员 尊重中国宪法和法律 他说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法律 而是缺乏对现有法律的尊重 盲人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 曾在监狱里度过四年多 之后两年被软禁在自家住所 直到今年四月他逃离老家 来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经美国政府交涉 陈光诚最终获准 携带他的妻子和儿女 离开中国前往美国 使他得以进入纽约大学法学院就读